超端定一間電柱公司立生工業 這次要在原工主要觀測幾千塊作為工業基金頂 配合理動作就要交流 為了高地認真達成的學心 花去背叛來到製造高北製粉和文貨多年 有七十多個月的小朋友作回來參加 現場是充滿了煩惱和溫暖的氣氛 在電柱完工的背叛之下 還先開心來選擇自己家裡的製粉才有文貨 這是超端定在地一間企業 本年來要一間工業 鼓勵認真達成的小朋友 我對昆蟲很有趣 所以買這一本書回去 可以跟同學分享 之前看了很久 然後我媽媽不准我買 後來有這次的機會 所以我就買了 開心 同仁都捐一千塊的所得 然後來回饋給在地的小學 去年冬天的時候 是選比較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採購冬天的羽絨衣給他們 就是採取用 帶小朋友來書局 採購書籍的方式 那公司一位同事 帶領兩位小朋友進行採買的動作 那要求小朋友 一定要購買一本書 為了說 學學生可以安心來採買 採點很大 特別提早來開店 每一個人有八百塊 所以就自己教他的採本 也有問貴 社群的現場 發育來做的分享 集中發起到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學學好是很感謝 有35位的孩子 可以在這邊過不一樣的兒童節 那麼張明電子 結合了我們 三年企業還有我們墊腳石 今天特別 幾乎是用風管的形式來 提供我們小朋友一個 充足的一個採購的時間和空間 將每年聖誕節前 喬光國小前的聖誕節的裝飾 跟活動已經成為 這名最期待的活動 還有每年他們也贊助南投燈會 這一次最難得的是 公司號召同仁一起來參與 來響應這一次 捐文具給小朋友的活動 鼓勵這些小朋友 能夠多多的閱讀 因為其實增加閱讀的速度 或者說閱讀的機會 書籍 我相信說將來對他們 不管說將來求學的過程也好 將來就業的過程也好 都會有一定很大的一個幫助 兒童節要到了快樂嗎 快樂 另外沒有其他採賊 知道消息之後 一集來鄉印 贊助到車子也有餐點 共同來做的關懷 讓自己小朋友 歸著的快樂 興奮自動作 記者女心 超佛度 準備好 請我來